在我国,50%的心血管发病和20%的心血管病死亡都与高血压有关 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2显示 我国高血压病患人数2.45亿 大约每四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高血压 值得警惕的是,这种疾病也正在向中青年群体逼近 我国有高达23.2%的成年人 血压处于130-139除以80-89毫米的水平 此类中青年人群15年内将有三分之二发展为高血压 其心血管病发病风险是血压80分之130毫米或人群的3.01倍 因此更要注重对高血压的提前防控 一、高血压最怕五种食材 隔三差五吃一次,血压稳下来 一、每天一个西红柿,高血压风险低36% 2023年11月,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上刊发了一项研究 探讨了西红柿摄入量与血压和高血压风险之间的关联 三年内观察7,056例居民,其中82.5%患有高血压 结果发现每天一个西红柿有助于降低血压 特别是在一级高血压中,西红柿摄入量与收缩压和舒张压呈显著负相关 另外,在没有高血压的居民中,每天吃西红柿粮110克者,高血压风险降低36% 西红柿之所以能预防和管理高血压,离不开其中丰富的营养素 番茄红素,每100克3-5毫克的番茄红素,不仅给西红柿带来了漂亮的颜色 还具有强大的抗氧化性,其抗氧化力是胡萝卜素的两倍多 维生素E的100倍,可以有效减弱氧化应激 更好的帮助高血压患者体内维持平衡状态 保持心血管系统的健康运作 高甲低钠,西红柿几乎不含钠 甲含量高达179毫克100克,加上其热量低 所以甲营养素密度,甲含量除以热量的值很高 接近12,而很多人眼中的不甲高手香蕉 甲营养素密度才2.75 甲元素被誉为血压平稳剂,能促进多余的那样排出 分类化合物 西红柿中的清水性化合物主要是多分类 包括黄铜化和物可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能够降压,改善心脏功能 在我国,西红柿是很普遍的一种蔬菜 也可以当作水果吃 产量高,价格低,口味好 一个中等大小的就能达到110克重 这就是说,每天吃一个西红柿就会对血压有作用 赶紧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 西红柿控压,关键在怎么吃 从营养角度来说,不论是生吃还是熟吃 各有优势,生吃可以获得更多的维生素C甲以及膳食纤维 熟吃,番茄红素利用率相对较高 且随着加热,番茄红素和其他抗氧化成分会越来越多 熟吃让番茄红素充分释放有三个要点 切碎高温和油接触 所以您也可以试试做些酸甜开胃的西红柿酱 烧菜时加一点调味,甚至能达到减盐目的 总之,只要不过分添加油盐糖 无论生吃或者熟吃都可以起到预防高血压的好处 二,利于血压平稳的食物,这四种劝您也要常吃 一,甜菜根 甜菜根又叫红菜头,紫菜头等 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其中的硝酸盐含量非常丰富 硝酸盐有什么作用呢? 膳食摄入的硝酸盐可以在我们体内通过一系列途径转化为一氧化氮 而一氧化氮有助于扩张血管,降低血压 但还不止硝酸盐,甜菜中还有甜菜色素,甜菜碱,类黄酮和多分类物质 均有出色的抗氧化,抗炎活力也同样有助于改善血压 针对2009到2017年43项对照临床试验进行的汇萃分析发现 补充甜菜根汁与收缩压和舒张压水平显著降低有关 平均降幅分别是3.55和1.32毫米拱柱 2.2.菠菜 菠菜是寒甲大户,平均每100克菠菜大概寒甲311毫克 而高甲水果猕猴桃每100克大概寒甲320毫克 可以说菠菜甲的含量不逊色于猕猴桃 甲元素一方面可以扩张血管,间接辅助降低血压 另一方面可以帮助肾脏排出多余的钠 从而让血压升得慢些,升得少些 并且能缓冲钠炎升高血压的副作用 3.浆果 Hypertension杂志发表的一项来自德国研究表明 多吃浆果,如草莓,蓝莓等富含富含多分物质的食物 有助于降低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总体风险 研究者发现,每天吃大约120克浆果 收缩压可降低4.1毫米 这种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这些食物改善肠道菌群有关 4.南瓜籽 南瓜籽含有的鎂,参与300多种酶醋反应 包括调节血压 其中甲元素也不低 另外还有金氨酸,也可以参与产生一氧化氮 有助于放松和扩张血管,从而帮助控压 建议选择无盐品种或在家自己烘烤 避免额外摄入纳 食用时最好将南瓜籽研磨成粉末食用 每日吃一小勺约30克,效果更佳 2.一个降压食谱,照着吃,血压更健康 这是一份专为中国人设计的健康食谱 用用这种健康饮食的志愿者 四周的时间 收缩压下降了10毫米拱柱 而柳叶刀上的一个研究表明 收缩压每下降10毫米拱柱 主要心血管事件风险下降20% 关心病风险下降17% 脑促重风险下降27% 心衰风险下降28% 全因死亡风险下降13% 那具体这份食谱是怎样的呢? 早餐 一袋牛奶300毫升 加一个鸡蛋 加加一片全麦面包 加一小把坚果 加一个水果 坚果中含有丰富的 甲 美 对血压有一定的降低作用 午餐 二两瘦肉 红肉 白肉各一两 加半斤蔬菜 加一两主食 米饭 加一两粗粮 土豆 山药 粗粮含有丰富的甲元素 晚餐 二两海产品 加二两豆制品 加半斤蔬菜 加一两主食 或粗粮 另外 烹调方式推荐蒸 煮 半等 减少油脂摄入 三 高血压病人一旦吃了降压药 就不能再停药了 心血管医生说出实话 我们都知道 大部分高血压都需要终生吃药 但绝不是吃上降压药 就绝对不能停 一 停药后血压正常 比如说您发现高血压 开始服用降压药 但是随着自己减肥 运动 低盐饮食 戒烟戒酒 改善打呼噜 减少压力 规律作息等等 良好的生活习惯 慢慢的血压逐渐恢复正常 您吃的降压药 也随着血压的逐渐好转 从一片吃到半片 甚至只需要吃四分之一片 血压仍然能维持在六十分之一百一时一下 那么就可以试着去把降压药停了 二 停药后 血压再次升高 但停降压药后一定要坚持监测血压 因为毕竟原先有药物的帮助 停药后可能血压会反弹 如果监测一段时间 血压仍在六十分之一百一时左右 或在八十分之一百三十以下 那就不用再吃降压药了 但如果血压再次升高到八十分之一百三十以上 还是建议继续服用降压药 除了这种改善不良生活习惯 建立自己的健康生活方式 有助于血压正常 可停用降压药外 还有一些情况也要停用降压药 一 低血压 对于任何原因引起的低血压都必须停药 比如肺栓色 急性心肌梗塞 贫血 血容量不足 药物原因 就是不管什么原因 引起血压9060以下 一定要停药 二 部分激发性高血压 如肾动脉挟窄 是个细胞瘤 肾性高血压 原发性全固酮增多症 酷心综合征 睡眠呼吸暂停等等 这些高血压患者如果通过手术等方式去除了诱发因素 同时血压也恢复了正常 降压药物就可以考虑停止应用 很多人认为停降压药的原因是血压正常 就好比吃完一片降压药 血压七十分之一百二十 自己就决定停药了 美其名曰 血压正常自然停药 那当然不能停药 因为吃了降压药 血压才正常 所以不能因为服用正常剂量的降压药 血压在七十分之一百二十左右就停药 所以不是说吃降压药就不能停药了 如果通过您的健康生活 血压越来越好 是可以试着停用降压药的 最后不管您是不是要停用降压药 一定要持续监测血压 因为不管吃不吃药 都是正常血压说了算